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楚宣王手下有一名来自魏国的大臣名叫江乙 这个处刑几率啊要陷害赵熙旭 有一次楚宣王问群臣 我听说北方人很害怕赵熙旭 真是这样吗 群臣呢没人回答 江乙作为一个来自北方的人 给楚宣王讲了狐家虎卫的故事 说赵熙旭不过是那只狐狸 强大的楚国才是狐狸背后那只真正让人害怕的老虎 赵熙旭关于救援赵国的意见 听上去很合常理 但警舍提出了反对意见 说现在魏国占了绝对的上风 赵国已经有了亡国的迹象 如果魏国吞并了赵国 这怎么能说是两败俱伤的结果呢 现在赵国正在垂死挣扎 赵国人的心里应该也已经放弃了对祖国援兵的期待 所以赵国很可能会和魏国联合起来图谋楚国 这当然不会是我们楚国希望看到的局面 这位警舍宿舍的舍自子发 发有出发的意思 舍有停下来休息的意思 名和字相反相成 所以可以推断警舍的舍要读成宿舍的舍 而不是舍弃的舍 警舍的话 前半段比较在理 因为魏国一旦吞并赵国 实力就会暴涨 对楚国不利 后半段不太在理 因为赵国就算想和魏国联手图谋楚国 魏国又何不直接吞并赵国 然后再单独图谋楚国呢 无论如何 警舍的意见是该派援军 但是兵不必多 也不能真的处理 赵国只要看到楚国来源 就会士气大战和魏国死战 而魏国一方面会被赵国的死影态度激怒 一方面看到楚国的援军 不但规模不大 还不出战 就绝对不肯放过这一次吞并赵国的两起 这样的话 魏国和赵国才会真的拼得两败俱赏 而齐国和秦国呢 也会趁着这个机会攻打魏国 魏国一定会被打败 警舍的想法 其实和赵兮旭 殊途同归 都盼着邻国倒霉 楚宣王被警舍的策略说动 派警舍呢 领兵救援照顾 战国策的这段记载里 人物关系 值得我们留意 前面讲过 楚国王族姓米 由米姓分化中若干戈士 国君敌长子这一脉呢 以雄为士 其他米姓贵族里面 势力最强的有 驱士 警士 昭士 三大家族 昭西旭是昭士 警舍是警士 这一将一将 都是楚宣王的亲戚 自从吴旗死后 楚国又恢复了 米姓一家亲的状态 这也算是 家族企业的常规模式 当亲戚们 势力太强了 不好管理的时候 就找个外人呢 整治一下他们 等一切平稳之后 外人还是外人 这个亲戚啊 还是亲戚 严格来说 当时单纯的任人为亲 并不会导致人才匮乏 论资排辈才会 当时的一个国家 尤其是楚国这样的大国 亲族规模很大 这种人才库的体量啊 远不是今天任何一个家族企业 可以比的 这些亲族 还有一个优势 那就是从小耳濡目染 掌握政治技巧 毫不费力 长大以后啊 人脉又广 做起事来呢 助力很多 如果我们相信 祖传老中医 祖传老木匠 相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不知底多少代船人 那就没道理 不相信祖传的政治记忆 楚国的传统就是这样 虽然很欢迎外部人才 来给家族企业 注入一些新鲜空气 但整体上 还是家族企业的运作模式 有任人为亲 但没有论的排辈 亲族里的人才 就有机会大展拳脚 赵熙旭和锦舍 就都是很厉害的人物 如果我们只看 赵熙旭和锦舍 在救援赵国问题上的辩论 很容易想当然的觉得 赵熙旭头脑简单 实情呢 刚好相反 赵熙旭是以头脑灵活 反应敏捷 思考深刻而著称的 锦舍呢 更是一位名将了 不但战功标柄 还开创了特种兵的打法 另一个值得留意的细节是 赵熙旭的职位是相 锦舍的职位呢 是将 将和相在职权上 已经分离开了 将和相的分离 首先意味着 专业分工的需要 毕竟随着国家规模的扩大化 战争局面的复杂化 还伴随着技术上的不断进步 无论内政 外交还是作战 都需要专业性的人才 再也不是君子不弃的时代 另一方面 行明之学的流行 使君主意识到 寻明择时的意义 而要做到寻明择时 岗位之责就必须明确 这同样不允许君子不弃的情况 还有权谋方面的一层考虑 将和相彼此制衡 谁也没有机会专权 这样的安排 可以杜绝谋朝篡位的可能性 李定书记 连波另向如将相和的故事 其实 当平民百姓盼望 并且赞美将相和的时候 国君心里啊 其实很不希望看到将相和的局面 将和相一旦亲如一家 那就太容易连起手来弄掉国君了 这种顾虑甚至会影响到 国君对子女的婚姻安排 多和将相之家联姻 但不要让将和相彼此联姻 国君很愿意看到将相不和 只要这种不和 不会超出自己的掌控就好 反而将相和的局面 才是国君最不愿意看到的 如果真的将相和了 国君啊 还得费点心思 挑拨将和相的关系 好 话说回来 楚天王这边做好决策之后 赵国到底会不会上当呢 我们需要借助另外一本书 战国纵横家书 1973年 长沙马芒堆三号汉墓 出土了大批博书 有一部分内容 和战国册很像 这部分一共27张 整理小组给他取了一个名字 叫战国纵横家书 书里有11张的内容 和战国册 史记基本重合 另外的16张 前所未见 不但司马光没见过 就连司马迁也没见过 战国纵横家书 刚好有一张 是站在赵国的角度 来看楚国派源这件事的 可惜呢 文字啊 残缺太多 只能看出事情的一个轮廓 轮廓是这样的 迷皮作为赵国的使者 来到楚国 赵熙旭说了洋洋洒洒的一番话 核心意思就是保卫赵国 就是保卫楚国 所以楚国会动员 全部兵力 持援寒淡 迷皮询问 楚国出兵的具体时间 赵熙旭的回答是 您先回去 我们的军队呢 随后就到 迷皮回国赴命 对赵成后说 赵熙旭虽然答应的很痛快 话呢 也说得很在理 但我看咱们还是赶紧和 为国讲和吧 可不能指望楚国 赵成后一脸的茫然 人家既然答应的很痛快 话也说得很在理 那为什么反而没法指望呢 迷皮回答说 当我询问楚国出兵的具体日期的时候 赵熙旭不肯直接答复 当时呢 他的头向右偏 左耳露在了前边 右耳呢 引在后边 隐隐透着高兴的神情 所以我判断 他肯定是言不由衷 心里想的是一套主意 这个嘴上呢 说的是另一套主意 他之所以承诺派援兵 只是为了坚定我们的作战意志 和魏国拼个两败俱伤 迷皮的观察和判断 用中国老话来说 叫察言观色 用西方心理学术语来说呢 叫微表情识别 战国纵横家书和战国策里边的文章 很可能被战国时代的游士们 当成学习材料 不但要学习说服术 雄辩术 还要学习察言观色的本领 公孙央如果学过这套本领的话 就见秦小公的时候 也不至于三番五次的 买人情画功夫 只不过 迷皮虽然看透了真相 却没有能够说服赵成王 景舍的计策和赵锡旭的欺骗 真的把赵国框了进去 幸好赵国的盟友 不是只有一个楚国 还有东方的七国 齐威王既然怀着一鸣惊人的心 当然不肯放过扬明立万的机会 但是战争毕竟不是小事 要和大臣们商量 于是在齐国的朝廷里 救赵还是不救赵 又引出了一番争论 齐国到底该不该救援赵国 最后又有没有救援赵国呢 我们下一讲再谈